This is a song bor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It begins, she lied 歡迎收看北網神舟 我是主持何良謬 很快有一年將進 很多人都想知道傳媒如何總結過去一年 從他選出什麼十大新聞中 通常都看到媒體的立場和新聞傾向 在回顧重大新聞之前 先分析中共地方官員的歷史知識 真是貧乏到一個什麼地步 話說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 在平安夜向天主教、基督教發出賀信 呼籲天主教、基督教人士深入學習、習思想 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而貴州省北截市政府 發出一份學校通知 居然錯隱始料 稱1860年 咸豐十年聖誕節 為八國聯軍 進攻北京之時 應視為中國國恥 實際上 1860年 發生過英法聯軍 攻入北京事件 但八國聯軍入京就發生在1900年 即是光碎26年 中間相差 四十年 大陸官員用這樣的態度來推廣習思想 不倒米志旗 既不讀書 又不做功課 好心 在電腦查下 1860年北京發生什麼事 就立即找到 就不用搞出那麼大烏弄 正如網上一篇文章題目 2018年 十大假新聞出爐 你信了幾個 所揭示 一年365日的假新聞 又何止十條 十大 這種說法 恐怕取其整數十二頁 所以 推出年度十大新聞 次新聞 桌頭的堅密 多些 那條落選的 即是第十一條新聞 難道不是大新聞嗎 這個純粹是蒼蠅為主 是不是呢 講回2019年 大中華最聳動新聞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週發表藍皮書 總結二十大 牽動社會輿情事件 以及十大新聞 你猜一下 香港反送中事件 排第幾呀 不如看看新聞報導 怎麼說 去片 中國涼地看夜角度不同 對事件的看法 可能都有差異 香港人要總結過去一年 可能都是以反修例事件為主 不過想不到 連中國社科院 總結二十大 熱點 愚程事件 反修例都榜上有名 沒錯 反修例事件 僅隨著新中國成立 七十週年 排第二 但解讀方式 未必跟香港主流一樣 他們認為 事件是外部勢力 利用一國兩制 煽動西方民粹主義 干預中國內政 還說未來一年 都要小心外國勢力 即將過去的2019年 中國發生了很多熱點事件 被視作展示國家成就的 國慶活動 理所當然 紅白社科院統計的大事件 第一位 至於第二位 是持續超過半年的 香港反修例事件 社科院的藍皮書說 事件令香港 輿程壓力指數急升 又認為香港年輕人 捲入蘇聯的深層設原因 是住屋和就業 建議要推進 中港年輕人的文化應同 可以從科技方面着手 展示互聯網新經濟 帶來的就業創業機會 給年輕人感覺 在祖國的屋檐下 大有作為 透過展示 內地互聯網 大數據 人工智能 5G 區塊鏈等 高薪技術的成就 以潤蜜無聲的方式 培育香港年輕人 文化向心力 和民族歸屬感 不過 有份撰寫這份中國互聯網 如情分析報告的他 不肯多講香港問題 而藍皮書主編就認為 美國會繼續打香港牌 肯定他會用這些 他儘可能 在國際格局當中 他能夠用的東西 他都會用起來 對吧 跟個股的博弈 他可能會充分利用 對方的一些 應屬於自己服務 而由公安大學學者 撰寫的社會治安形勢分析報告 開宗明義指出 境內反恐態勢良好 需要特別注意 外部勢力影響中國的政治穩定 提到外部勢力利用一國兩制制度 大肆煽動 和不間斷發表不負責的言論 企圖分裂中國 鼓動香港獨立 具有警視作用 報告又提到 新時期社會治安的困境 包括網絡安全空間威脅加大 舉例有外媒利用香港事件 在網上散播不當言論 嚴重干預區域 社會安全穩定 建議推進公安大數據建設 堅決維護網絡空間秩序 其他的挑戰還有 詐騙案件 防戰難度大 食品安全問題突出 和素黑除惡鬥爭形勢 依舊嚴峻等 在新聞道所說的是 上星期初 社會科學院公佈的 2020年社會藍皮書 《K中國社會形勢報告》 從排名可以觀察到中共官方 最為關注 亦足以影響社會民情的重大事件 亦可初步分析 北京社會控制造書的焦點何在 社科院選出社會十大事件是 第一 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 第二 香港反修例事件 第三 垃圾分類 第四 中美經貿談判 第五 豬肉價格上漲 第六 輿論熱議華為996工作制 第七 昆明惡霸宣小果案 第八 拿渣之魔童降勢 第九 大灣區發展規劃 第十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報告 同時提到負面消息的 包括 江蘇省響水化工廠爆炸案 華為遭美國封殺 何建徽基因編輯引起爭議 巴黎聖務院火災 NBA火箭隊總經理的不當言論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撤虛假招生事件 毛石高架橋側翻 和山東大學國際生事件等 那份報告 將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列為頭號大事 很順理成章 因為這件事被認為凝聚共識 振奮精神 還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 當然 要配合中共的主旋律 就統一全國 康調 可惜 就業數字 總是跟不上大陸政府的願望 全國失業率就上升 可能到2020年 農曆新年之後 更加爆發失業潮 因為經濟下滑 特別下 繼續持續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在2019年11月份 盛真調查失業率 是5.1% 較去年同期升了0.3% 社會藍秘書又透露 大陸最高收入均值 和最低收入均值的比例是 16.55 5比1 即是說 當前全國居民收入所得 面臨著最大問題就是 貧富差距擴大 數據顯示 測量貧富比例的堅尼係數 在大陸升到0.5左右 我聯合國規定 凡超過0.4表明貧富差距 升高 可能導致全國經濟不穩定 話分兩頭 公平地說 這份藍秘書也提到 基層治理 民意反彈問題 指官員 一切強勢行政措施 致群眾利益於不顧 屢屢引發爭議 這樣會截選政府誠信和法治權威 香港反眾中事件 在藍秘書中 列為今年的第二件大事 讚寫人當然以大國心態來述說 不斷地說外部勢力所影響 完全不說清楚 香港政府處理逃犯修禮的首尾 從6月中起一再失調時機 以至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除了9月撤回修禮 其他民間要求 一概不回應 現在都未知如何收科 何林說得很奇怪 結果是 長時間登上媒體 在要民位置 很顯眼的 中美貿戰問題 就只是屈居老四位置 放在垃圾分類之後 豬肉漲價之前 但想真點 又是 5月時 北京中南海 在埋門一腳 突然 副台不肯簽貿易血液文本 然後就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以大加關稅方式回敬 現在 習近平終於 醜婦都要見家翁 預料在2020年年初 他會跟 特朗普簽訂首階訂協議書 據報導 中方一直要求美方 不要公佈協議傳聞 坊間就有分析自出 因為北京 租華府 開出的條件 恐怕就太過屈辱 習近平就不想大陸百姓知道的細節 以免被國人罵為 現代李鴻章 各位 由中美貿戰 習近平處理手法 至進退失據 也看到中南海處理香港反修例風波 方寸大亂 導致林鄭民心盡失 管治聲望已跌破底線 由港府在反送中事件上 只是董德維北京馬首是瞻 看到這件事令原本民望低落的 台灣總統蔡英文 因為特區一國兩制垂飯失敗 得與鹹魚翻身 令到出身高雄市長的國民紡直候選人 韓國瑜 聲望狂跌 即是說 民進黨候選人 冷手撿過熱尖堆 躺著也可連任總統 你們說 世事是不是十分之奇上奇 香港一個女人的失策 竟然導致台灣一個女人的總統補助失而復得 當然 無論林鄭之失 或是小蔡之德 都是要拜一個男人所賜 他就是當今中國宇宙最強大陸唯一的一人一票習近平先生 為什麼這樣說 先來分析四個字 蝴蝶效應 Butterfly effect 這個概念其實不是很深 是指一個動態系統裏面 初始條件的一個微小變化 一如蝴蝶拍動齒旁 都可以帶動整個系統 長期且巨大的連鎖反應 例如香港半年前爆發反送中運動 經社交媒體不斷發酵 亦都動員散居海外各地的香港移民 還影響外邊香港人紛紛作出反應 十足各自爬山 以自己方式來發動聲援抗爭之行動 此起彼落 而且動員的人數和單位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當然 香港人半年前盼命阻止政府 試圖利用立法會的建制議員的優勢 來通過逃犯修例草案 當局原本是想快刀斬亂麻 但是那群年輕人 直到在6月12日 衝擊立法會大樓 令草案無法易讀 香港人這麼擔心送中條例 會將自己好像送羊入口那樣 引導到大陸受心 即是甚麼人身安全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非要大舉反對不可 你不是 現在更有大陸人版你看 在福建省一個退了公職人員 被指任內涉及貪污行為 建案一直延期審訊長達7年 合共延期了15次 如此審而不決 有分析指 合法 但不合理 不如看看片 了解這位宿台 何以扯上一條這樣的司法紐文柴 去片 在法律上被關押的人 一日未定稅都不算是犯人 但原來在內地 檢控方可以無限次申請延期審訊 被告就要一直被關押 如果這樣說 理論上未坐到 變相終身監禁 我們看看真實的個案 就是福建一個退休的公職人員 被指受賄300多萬 案件被延期審訊了15次 還多次被要求補充偵查 資金已經7年了 但案件似乎是不合程序 還是程序本身有問題呢 涉嫌貪污 挪用公款 受賄的李承春 在去年的重審開庭裏 為自己辯護 是必須復習的 那我說得這麼清楚 這個 錢 原因 去向 已經 這是都在贊目上 和 司法鑑定裡面 都是有 明確確認的 這個怎麼能算 我個人貪污呢 在2012年的平安夜 剛剛退休兩個月的李承春 被指利用職務便利 侵吞 挪用公款 和受賄三百多萬 被當地紀委相規 三個月後 被刑事拘留 誰知案件 一拖就是三年半 在2016年的6月 寧德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判決他罪名成立 判11年監禁 李承春不復上訴 案件又再拖多一年8個月才二審 結果福建省高院 在2018年2月 認定案件事實不清 證據不足 發回重審 之後案件繼續多次反覆審理 兩次需要檢察院補充偵查 在今年2月 改判七年三個月 去到這個星期一 終審宣判改為七年 距離李承春被商規的日子 亦是剛好七年 認定涉案金額 亦由原本的三百多萬 調整到77萬 李承春的家人說 會繼續上訴 認為李承春受嚴刑逼供 又質疑現在改判七年 和機押的時間相約 是避免為之前的錯判負責 對於案件七年內 獲最高法院批准 一共延期15次審理 導致李承春被長年機押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 程序合法 但不合理 一個案件起訴到法院以後 法院在法定的請限之內 如果不能夠判決的話 他向上一級法院 辛請延長 電刑的刑事訴訟法 規定是延長三個月 他可以向最高的法院 辛請延長 到三個月 如果他認為這個案子 還看不下來 他還可以辛請 並且不休辛請的次數的限制 但我們要指望的是 這個規定的不合理 為什麼這個案件要拖延這麼長時間 他說情況罕見 但不代表以往沒有發生過 認為最重要的是法庭 視乎證據充分與否判刑 盡快結案 取代拖延的做法 結案 始於7年前的2012年平安 剛退有兩個月的福建公職 人員叫李承春 被指利用職務便利 親吞 挪用供款 和受賄合共三百多萬元人民幣 並被商規 後來遭刑事拘留 李Sir在2016年 被判罪名成立 判監11年 但不復上訴 在2018年 即是去年年頭 福建省高院以事實不清 證據不足為由 發回重審 誰知又經多次審理 甚至補充偵查 刑期 由11年 改為7年3個月 到了2019年12月 終審就宣判改為 判監7年 距離李承春 被商規日子 剛好 又是7年 法院認定 這個涉案金額 由原本三百多萬元人民幣 減到77萬元 被告就質疑 終審判囚7年 是法院故意判 以求掩蓋 建案拖足7年的 官方失誤 當然 單案並非那麼複雜 但要審足7年 而刑期 竟是十足街市賣豬肉 不斷講價 一減再減 由11年降到7年 當中更延期審訊15次 導致李承春被長年機壓 有前律師劉曉元 認為程序合法 但是不合理 他說 我們要質問的事 這個規定的不合理 為什麼案件要拖延 這麼長時間 說到貪污 就不離大陸官員 收入與官職不相稱的 老大難問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退休教授鄭雅夫 上週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中國學社所創辦的網刊 《縱覽中國》發表文章 呼籲中共 最高領導層的 7位政治局常委 不如帶頭申報財產 指當下中共反腐敗 與其是為了提升執政效能 不如說是為了向社會證明自身清白 而這樣最佳示範 莫如自行公事財產資訊 鄭雅夫其實在2018年年底曾經遺民 敦促中共體面淡出歷史舞台 引起轟動 大陸貪污常態化 加上司法界畸形審訊方式 或者稱不正常延期審訊的現象 亦都令到香港人看在眼裡 極度深寒 更加是香港市民 反逃犯修例的最深層原因之一 加上北京那種 舉國體制 強調要聽黨說 跟黨走 變相逼北全國百姓 做到類似喪屍行為那麼忠誠 而最可怕的是 中共權力一向是高度壟斷 既沒有普選機制 又缺乏有實力反對黨 就更不用說政府對人民的生活 什麼都管 百事館、萬事館 公民社會飽受打壓 不受獨立自由傳媒的制衡之下 習近平終身掌權 跟當今聖上有什麼分別 以致擁護自由民主人權 法治的香港人 面對惡法就上街要求北京 馬上落實基本法 寫明全民選特首 和立法會議員的條文 對於大陸 拒絕普世價值的作為 身處開放社會的香港人 其實已明確地 集體say no 另一方面 美聯社報導 芝加哥大學全國民調研究中心 最近訪問千多個美國成年人 請受訪者選擇一個詞 表達對過去一年 和目前生活的感受 結果七成受訪者選擇 感激 grateful 這個詞 這個和2019年大陸民眾 面對內地經濟所表現出的 不安感受 是不是一個天堂 一個地獄呢 美國人今年的心情 和去年很不同 去年這個時候 美國股市大跌 政府停擺 但現在 華爾街跌創新高 開支法案亦順利通過 美聯社對此是有這樣的評述 過去一年美國經濟並沒有衰退反而增長 美國人生活水平提高了 一年來全國失業率不升反剛 且處於半個世紀以來最低水平 從理論上講 是屬於充分就業 過去12個月 美國人工作穩定收入增加 日子過得不錯 自然深深感激 對比一下 北京官媒 中國基金部 12月13日以 廢藤料 中央發文力挺民營企業 放開電信、鐵路、石油等行業 更提到 科創版、創業版、新三版 影響A股太大料 作為題目 有報導聲稱 支持民營企業 28條 插評料 但是 中國股市對28條支持民企消息 的反應 並沒有沸騰 23日同一日 中國四大股子 齊齊下挫 互深兩市更創下 六個星期以來最大跌幅 陰共 來到年尾 何良某亦都和大家說一下 回顧過去一年 按中央社 該社評選 2019年 中國 中國大陸十大新聞 以香港反送租事件 行 No.1 我都認為這個結果很正路 中央社的評選取材 是截至11月25日為止 該社選出今年十大新聞 第一 香港政府逃犯修例事件 受到民眾大力反對 並演變為大規模 增民主保自由的社會運動 日未止息 第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1月初 就出席《告台灣同胞書》 發表40周年紀念會發表講話 重新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提出以一國兩制來統一台灣 但是被民進黨政府拒絕 第三 非洲豬運 在大陸疫情局大 以及影響鄰近地區 亦都間接導致大陸豬肉供應劇降 物價上升 國務院提出全力保障豬肉供應 第四 北京7月底宣佈 暫停大陸民眾扶台自由行 這次是中共首度針對扶台自由行 制出限縮手段 台灣內業界估計 將影響每個月約15萬人次的大陸客員 第五 解放軍兩架11戰機 3月底越過台灣海峽中線上空飛行 期間 從台方的京國號戰鬥機 和F-16戰鬥機對峙後反航 這是1999年 特殊國與國關係發表後 中共罕見派戰機越過中線 而大陸第一手自製航空母艦 三東號最近 航經台海 第六 香港11月24日舉行區議會選舉 泛民大獲全勝 奪得388席 囊括超過八成半議席 親中建制派慘敗 只有59席 這次選舉共有294萬選民投票 投票率 7成1 都是創下香港選舉的新高記錄 區選結果等同向北京投下不信任票 勢必影響特首施政 以及來年立法會選舉 第七 習近平6月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平壤會談 雙方重新高層交往的既定預言 也盼北韓和美國能採取方案 推動朝鮮半島問題對話有成果 第八 中國副總理劉鶴率團在10月再訪問華盛頓 美方舉行第13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 中方有通稿 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技術轉讓等力 為了取得實質進展 準備遲些簽首階段協議 到第九 中國國務院2月中公佈 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簡稱大灣區 由廣東省九個雙連城市 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市 和香港、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 面積5.6萬平方公里 區域人口達到7千萬 第10 7月8日 22個歐美國家聯名字銜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批評中國的新疆政策 除了呼籲北京結出大規模關押 亦對中國人大範圍監控和限制維吾爾人 這種做法表示擔憂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批評這22國 妄顧事實真相 並強調新疆事件 是中國內政 不容外部勢力干涉 各位 西藏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 上星期 在印度向信眾表示 西藏人擁有真理的力量 而中共就有槍炮力量 長遠來看 真理的力量 要比槍炮強大得多 說真的 2019年是我移居加拿大以來 遇到最不平凡的一年 香港爆發全民參與的反修例抗爭運動 看到年輕一代和終生代等 都被逃犯修例事件逼上梁山 越來越多市民投入反建制的時代革命紅樓 期望爭取到更合乎普世價值 和可以安心立命的自治城市 力保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我在加拿大 現在享受著免於恐懼的自由 好像空氣那麼自然 但是香港人還要上街爭取應有權益 以免被中共剝奪了自由 現在真是為香港人心傷 就期望抗爭運動能夠早日成功 快要到2020年了 緊祝大家新年愉快 家宅平安 身體健康 何良茂就先說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下周再會 《土地面入行港時代》 我們世界は讓它們升高 空越城市 只要是